我是上天的宣传四海 三兵空降攻击直升机起飞进攻 陪上军歌宣传军队如闪电般快速 悬在俄乌战争之际 中国解放军发布影片 难道是释放军事行动的前兆吗 而且中国军方的动作可不仅如此 我国国防部证实 对岸福建省的72集团军远程火箭旅 在农历年后陆续对台湾释放高空气球 我方在基隆 桃源 新竹等地方都有争获 而在俄乌开战之后 又在台中上空发现一批 选在这敏感时刻 被怀疑动机恐怕不单纯 当然是有一些军事上的意义 因为高空探测气球 它是在测高空风跟喷射气流 那对它的导弹的部队 还有我们所讲的卫士一型 卫士二型到卫士四型的火箭炮 这个远程的火箭炮 它要了解到空中的气流的状况 做弹道的修正的参考 空军对于气球的动向一直都有掌握 目前研判这个是作为气象 或者是科研的用途 那么这部分空军会持续的严密来监控 除了高空气球飞来台湾 中国海事局也发布消息 2月27号起接连三天 每天11点到下午3点 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 警告船只请勿进入 全球关注俄乌局势的同时 中国军方动作不断 国防部也公布最新影片强调严密监控 积极准备应付任何可能的状况 环宇新闻会后与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